《红楼梦》中的两个黄金圣女,为何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薛宝钗是《红楼梦》,也和林黛玉同等重要的主角人物和情文, 至于林黛玉一样薛宝钗在整部书中,也有不少相似的影子人物傅秋芳, 就是其中一个傅秋芳,出现在第35回中, 其实也并未真正出场,而是通过作者的叙述了起因师宝玉来打之后, 在养病期间傅家的两个婆子过来向宝玉请安, 于是顺便介绍了傅家的家事背景, 并且说明了宝玉为之所以让傅家的婆子进自己的卧室原因, 就是因为傅家有这个小姐傅秋芳原文宝玉素席最爱于男蠢女, 而今日却如何又宁两个婆子过来, 其中原来有个缘故只因内宝玉文的傅氏, 有个妹子,名幻傅秋芳也是个雄规旧玉常文人传说才冒俱全, 虽自为秦赌然瑕死摇摆之心十分沉静, 不命他们进来恐暴了傅秋芳, 因此连忙命让进来能令宝玉, 瑕死摇摆,可见对这个傅秋芳的传说, 应该也不少之所以说傅秋芳是宝钗的影, 此事因为书中介绍这个傅秋芳以及他的家族对他的婚姻期望与宝钗相似, 宝钗是皇商出身虽然很有钱, 但是商人毕竟地位不高所以薛家同意开, 使就一直想让宝钗入宫。 在之后入宫吴王后又想让宝钗嫁入贾府这个宫侯之家, 说白了就是总想高潘一门更加富贵的姻缘, 而傅秋芳的家族也是和薛家同样的心思, 傅秋芳第一个, 哥夫是是贾政政的门生那傅是元, 是贾政的门生历年来都赖家家的名士的, 亦贾政也着实看待故与别个门生不同, 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所以应该也是地位不太高的小官员。 当然想通过妹妹的联姻高攀一个更加富贵的亲戚从宝钗和傅秋芳两人的品, 貌上来说也是有相似的宝钗, 位列金陵是二钗之首容貌, 自然不差品性, 上也是贤良输得最正统的贵族小姐, 而傅秋芳也是穷归秀玉, 才貌俱全。 虽然书中并没有说傅秋芳对于这种道统的追求, 但是想来也是和宝钗一样, 愿意并且积极争取的。 至于两个人的结局书中, 对于傅秋芳是这样描述的那傅诗原是爆发的音符, 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 那傅诗安静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音不肯亲, 亦与人随意耽误到如今木金傅秋芳, 年已二十三岁尚未许人争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根级浅薄, 不肯求配这里说, 富士一心要给妹妹高攀一门高的姻缘。 所以一直不肯轻易许人, 所以当我到了二十三岁, 二十三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 已经是非常大的大龄圣女了如果按作者的意思, 这也算是保命的一种, 而薛宝钗按照曹公的意思, 最后应该是嫁给了贾宝玉也算与公侯豪门叛亲, 成功从这一点来说薛宝钗应该比傅秋芳能好一点, 但是如果最后的结局是宝玉出家, 而宝钗虽然结婚但是却独守空房, 孤独终老那么两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如果非要说结局不一样那就是宝钗潘心, 成功而赴秋芳没有成功之所, 已有这样的不同其原因, 就是两家的门第根基, 是不同的薛家的虽然是皇上, 但是已经世袭了几代了从经济上, 来说实力和底则是有的而附加, 却仅仅是家政的门生。